有沒有飛彈跟著他 台灣也沒有核武對著他 那有什麼和平穩定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 為什麼他要提這個 因為可能現在是因為 和平市這個不是價值 那大家都偏欄嘛 所以覺得他是站在這個 輿論的對著這一邊 所以我們就要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說這個時候他要提這個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說 他最早提是在2005年跟聯戰 或許他會跟聯戰這個聯武會 還有這個這個 胡桑會的這個時候做提的 裡面提到這個軍事安全措施 那為什麼人家可以提 在民進黨時期不能提的 因為很簡單嘛 他們兩個接受一中原則嘛 那一中原則的定義當然是 是台灣跟中國的一部分嘛 所以他當然接受啊 所以人家是有條件的 人家不是沒有條件的 所以當然他可以接受 可為什麼 在這個傑虎眼裡是最好的 那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胡錦濤在去年年底 這個胡錦濤裡面講 他是說探討喔 他說探討 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 也還沒有完全要跟領先 還要看你 你這個國民黨 接受一中原則有沒有接受那麼徹底 你不要老實跟我講 一個表 沒有個表只有一中 他還要看台灣的氣候如何 好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軍事 互信其實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你反過來想 如果你今天站在北京 現在台灣裡面最硬的是哪一塊 經濟都跑了吧 經濟都過來了嘛 文化交流都過來 教育要開放啦 現在裡面最強最硬的 就是軍事 有幾塊 台土 是他最需要的 要收買的 所以現在綠營的人 你只要想去喔 他什麼都可以給你 你只要想去 他只要把你綠營的說服以後 那整個就吃下來了 軍隊這塊最硬 從過去的這個 沒有接觸 還有包括這個教條的訓練 還有軍隊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守門員嘛 是防衛者 所以這一塊如果 再把你滲透以後 你台湾還剩下什麼 實際上你現在有空去參加一些 有關軍事研訪會 或你報紙上看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的 包括說過去那些 退役講你去那些 打高爾夫球 喝紅酒那些不算 現在很多青眾派的 其實已經慢慢可以接受了 就是說那敵我關係 已經在模糊了 所以台土這一塊 軍事這一塊 另外還有一個 他最痛恨的 最討厭的 美國 美國 所以他一旦這個 所謂的這個 安全信心說是跟你 跟你這個 劃出來以後 他實際上至少 在分裂藍綠 你他就變成兩塊了 因為藍是跟他站在一邊嘛 我們是一個中國的 一家人 那綠的你 你就被併用 還有就台 這個台米關係 因為現在目前 能夠提供我們武器 給我們保護 就是美國 那你都跟他做下來 要心心見力了 另外一個 美國如果看 這個三角關係 很麻煩的 很敏感的 如果你跟中國搞得很火熱 那美國為什麼賣你武器呢 大家上網去看一看 林立方委員 過去這兩次去美國 他自己都講了嘛 他說美方也在擔憂說 我們跟中國走那麼近 那他賣給我們武器 以後這個武器 會不會拿來打他們的美國大兵 可是這是很簡單的一個三角關係嘛 所以我就問說 為什麼他現在要來打這個 台灣對他沒有威脅 沒有攻擊 可是他確實需要這個 而且還積極在打 這有問題的 這有問題的 中國他們自己學著都要講 目前這個領導班 也就差不多五十六十 這個年齡層 這個年齡層 這個年齡層是一個最特殊的年齡層 什麼年齡層 這是經過文化大革命 已經洗禮的一個年齡層 這些人是很會傳言 能文鬥舞鬥 這是非常新的 也是非常配心的 他們說這是喝狼奶的一代 這樣一個背景 當然我們是過渡這種 心理學的化粵論 而是說經過這種背景的人 有時候他提出一個和平口號的時候 你可能要問說他為什麼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對你好 其實如果有一個人 對你的這個交響非常好的時候 你就要問說他為什麼對你這麼好 他讀什麼 他讀什麼 如果他真的是尊重台灣 那你國民黨的代表去那邊 為什麼連中華民國都不敢提呢 連這個最卑微的 中華民國都不敢提的 有問題嗎 為什麼他們的人來我們國旗到處收了 有問題嗎 所以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所謂的信心建立措施 這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的 你已經把自己的身上武器都繳械了以後 那種的和平只是看他要不要吃你 或者什麼時候吃你 所以我認為說這種的信心建立措施 根本就可以不用理會 當然我們還是聊著我們要談 可是就像剛剛教授我說 這種敵我一事一定要慣 一定要清楚 尤其軍方的人 我特別覺得軍方的更要清楚 因為你有這個責任 可是自從滿久上來以後 所謂的固守防禦 以前我們是境外決戰 就是說你要過來 我就讓你在探託寶 已經死在那裡 他現在是用這個所謂的豪豬理論 他們講的豪豬理論就是說 你不要打我 打我的刺 問題是說你的豪豬爐被關在鐵籠子裡頭 你的豪豬如果跳入陷阱裡頭 你那豪豬你還能掙扎多久 你要怎麼去虧視別人 你是這個被吃的糞 所以這種講大話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豪豬在一個沒有經濟的原言上 那是很強的 可是如果被關在鐵籠子裡 那個豪豬是沒有意義的 只是等死 所以我認為說 這問題要回過頭來去質疑 現在目前執政黨的這個政策 你一直講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對方一直跟你講 沒有一中各表 是一中不表 那你各表你就講你的 可是沒有意義 就像立法院那個 有些講話超過時間 你繼續講他消音 所以你嘴巴在動 可是聽不到 他也沒有人理你 所以你一中各表 你這個時候你要攤他一下 就是如果你接受一中各表 就像過去這個 陳水平總統講 如果你願意接受一中各表 也許我們民黨可以來調整 我們就來談吧 可是如果你要一中各表 這麼卑微你也都不接受 那你這個信心如何可能 信心沒有基礎 信心沒有基礎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可能回過頭來 我們還是要再回過頭來去質疑 這個國民黨現在的政策 到底你現在的先進防疫措施 你不要給我們 那麼多的這些學術的用語 那麼多的專有名詞 那麼多的承諾 更重要的是說 對方他的謀略是什麼 他真正的意圖是什麼 如果他的意圖那麼清楚 他的謀略也這樣 你不願意把你解構掉 連你現在最強硬的 他都可以把你消融掉 那為什麼我們要進入他的邏輯陷阱 為什麼我們要跟他來一個 所謂安全措施的建立 對我們來說我們很清楚 在外人看不清楚 美國離這麼遠 日本其他國家並不清楚你真正的意圖 而他認為說 你跟中國已經要和好了 那他能怎麼辦呢 他只能祝福 他只能祝福 所以這個時候是 你這個 這個所謂的 剛剛蘇琪講 你要親中 你沒有被他 被他吃掉就很好 你要親中 但很可能你跟美國關係 跟日本人已經 已經慢慢斷掉了 為先 為過其力 先受其害 那這我就看不出 有什麼叫謀略觀點 馬英九一直在講 互不否認 是你不否認 沒有人家否認你 所以互不否否認 沒有意義的 你外交修編是你自己修了 他還是在吃你 各種方面就是 過去很多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們過去有一個 留學生 是在日本 還演講 邏輯 後來也被追著打 其實類似這個問題 都是問題 我們不能夠 不去面對這些現實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可能要給這個政府 一個建議就是說 多一點摩略 不要在這些 和平穩定 這些抽象概念上 到 和平穩定沒有人反對 我想 包括 民進黨 甚至我們說 最主張台獨的 基本教育班 沒有人不喜歡穩定 我們現在 不過是要保護我們自己而已 我們不是說 不喜歡和平 我們只是要保護自己 這一種 這一種的和平 是最卑微的這個需求 我想我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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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